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了爸爸妈妈对她的爱 她也没办法活下去 甚至包括动物也一样 各位你看到猴子也好啊 小狗也好啊 小猫也好啊 他们一定要依偎在妈妈的身上 那他们才可以活下去 得到这个爱 哪怕最大的像 更是依赖父母 所以人是有情的 所以从父母的教育一直上来 慢慢年纪长大了 慢慢就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 喜欢 所以有这个喜欢 慢慢就想要去接近 然后呢 后来 到了相当年纪 就会发展叫爱情 爱情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感觉 所以当然这个爱情还是在试验的阶段 然后由爱情发展到最后 就变成婚姻结婚 那是一种互相的承诺 那这里面就 就比较 也不能讲单纯 既然决定结婚呢 这要互相的忍受 互相的包容等等 然后将来 生儿一女 就有家庭问题 甚至一结婚以后 虽然还没有生儿一女 也有双方父母家长的家庭问题 那这个家庭问题 讲的是人际关系 有时候我们常会听听 那说婆婆跟媳妇 然后呢跟老公 那是公公 各有各的对事情的看法 甚至将来做媳妇的怀孕了 然后呢生小孩了 那公公婆婆先生 每个人包括太太 最小孩子的想法不一样 期待不一样 那我认为这个世间啊 有点难 因为什么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是过去世的因缘不一样 往往很多事情要达到一样 是很困难的 但是 但至少有这个爱情亲情做基础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所以各位 当然 两个人相见 一定是过去是有因有缘 有相见 而互相好感 这个叫喜欢 有喜欢以后相处久了 变成一种爱情叫相爱 但是相爱 那是一种对对方的期待 但是期待了你会发觉 对方好像不是我想法是这个样子 就会开始有一点口角啊 冲突啊等等 甚至各位发展到后来看到新闻媒体 结婚的人竟然离婚了 男朋友之间竟然吵架翻脸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 有一句话 就像地上的水 你不能拿起来就喝啊 人要使用感情呢 那这个水要透过进化 进化的水才可以喝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教育 有这个思想教育来改成行为教育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相处 如果做先生的脾气很不好 动不动就骂人 那这个感情我看有问题了 不凡是男方女方任何一方 不调整自己的一点个性想法 然后两个人要老实说要相处很久 甚至要相处一辈子 哇这真的是个艺术耶 所以在这一点 身为修行者 那当然他有一个根律的标准 也想要利用今天的机会啊 大家来聊一聊 但是我发觉我出家了 然后呢我就会经常面对这个问题 有人跟我说他们两个人要离婚啦 还是个性不合啊 跟公公婆婆业父业母的看法不一样啊 那先生跟太太之间的观念差很多啊 等等等等 然后对子女教育的方法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重演 不断的在重演 但是站在所谓解脱自在的看法 那就是不要谈感情不要结婚 那就没有痛苦了 但是这听起来又消极了 因为毕竟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好就像各位看到一般的出家人 出家人我们叫修解脱生死的 他认为这个东西不能碰就把它断掉 连太太先生儿女通通断掉 甚至离开父母 当然有个理由 离开父母是为了报父母恩 好好修行啊 这个力量供养爸爸妈妈健康将来升天 这还可以讨论了 但是其他的一律断掉 所以在我们的讲法上有情皆苦 就是有感情就有痛苦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避免一点 包括一个所谓菩萨 菩萨部分在家出家了 那菩萨就是要用这个感情 变成一种对众生永远的爱 那叫慈悲 所以菩萨不能够离开感情生活 那必须透过智慧 透过一种正确的报恩啊 或是一种 什么叫报恩 我们对爸爸妈妈 我们因为报恩 所以他再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接受 因为你以这个报恩心 爸爸妈妈失智了 爸爸妈妈穷了 爸爸妈妈骂我们了 爸爸妈妈生病了 有时候你站在一个报恩的思想 你就可以接受 可以过得了这一关 但是男女之间啊 特别在年轻的 还没有确定要结婚之前 那可能就会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也没办法忍受 双方关系还没有确定 所以如何既然要结婚了 男方跟女方之间如何确定好 你要怎么做 这是你要自己定好 不然如果你没有确定这个 双方意见各种关系不一样 马上两个就貌合审理 甚至吵架分手 那吵架分手倒是另外一回事啊 各位要看到 爸爸妈妈离婚了 对小朋友生下的小孩 这可有一点伤害 总是会让他们心里不健全 感觉到没有温暖 甚至夫妻之间的冲突 也会影响小孩子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修行 就是修行一个心态 如何让自己 现在要谈的是 你可以有感情 却不会被感情伤害 你可以接受任何状况 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快乐 就像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上回也讲过吧 有一个有钱人 自己到市场去买一盆最美的兰花 他认为买回来就是要欣赏兰花的美 也交代他里面的两个仆人说 好好可以照顾这盆这么漂亮的兰花 哎呀我们可以欣赏他的漂亮 那这两个仆人想 主人这么爱兰花 他们要轻轻的去保护他 让他开得更漂亮 但是越怕越不小心 哪一天主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竟然不小心在插的时候 把他给弄破了 这下惨了 两个人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再回来要被开除了 被骂了 被扣薪水了 但是等到主人晚上回来 我那个兰花都不见了 两个仆人就跪下来跪下来 哎呀主人呢 原谅啊不要给我们开除啊 我们不小心了 我们把他弄破了怎么办 那各位后面是最重要的 那个主人哈哈哈哈大小 他讲了一个 我当初买兰花就是为了快乐啊 看到他的美啊 那既然他破了 破了就算了 你们就给他种在会员里面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钱 因为今天各位结婚就是要幸福 那幸福应该怎么去说 幸福不是要求对方 幸福是接受对方 所以我经常很多年轻人 他们两个要结婚了 然后来找我 那我就会问 我就跟女方说 万一你先生哪一天不跟你讲话 甚至晚回来了 你会怎么样 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能够接受 我认为 你结婚到比较有保障 如果你觉得 那个你不能接受 那个你不能接受 两方之间对 对方的一点点的变化 老实说 一个漂亮苗条 年轻的少女 哪一天变成孕妇 对不对 那他身材也会变啊 为了带小孩 他也会老化啊 来自家里的赚钱有高有低 现在世界变化的很厉害 在产生了某一些事情变化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超越 不是坐脚 接受 但是如果你把爱情 建立在一个 我一定要有这个标准 要去要求对方 那你就痛苦了 那很多人跟我说 他要结婚 我说 我看你还没准备好啊 就像我们很多人 跑到庙里面说 他要出家 我说你准备好了没啊 出家准备什么 不是理个光头 穿个这个叫出家 你烂得起孤独吗 所以你懂得训练你的心吗 所以你懂得 虽然好像出家 不用负责金钱 不用有感情家庭问题 你能不能够 利用这个时间去服务众生啊 我们叫人闲心不闲啊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事 但是我要关心的社会啊 这才是意义啊 我们也叫人忙心不忙 在我们开始在忙于 就像各位在忙于 家庭生活的时候 内心还保持平静啊 要有这个功夫 所以我想 谈到这个 当然 两个年轻人会认识 都要有姻缘 这个姻缘包括种种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环境 包括过去世 然后呢 在我们还有一个讲法 这两个人会认识 有好感 会来电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是一种直觉 为什么会来电 那是一种感觉啊 所以各位有看过说 一个女生 她看见这个男人 她可以等她几十年 就等那个感觉 因为她 唯有看到她 有感觉 那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佛教讲 全是姻缘 这个感觉有快乐的感觉 跟痛苦的感觉哦 啊 夫妻有些是欠债来的 有些是来报恩来的 就像生下来的子女 我们父母当然 一定要感觉哦 只是 慢慢的长大 这个感觉会有一点变化 这小孩子 小时候很听话 长大现在怎么叛逆了 啊 后来甚至不太理父母了 甚至为了结婚的问题 跟父母如何如何 到时候奋奋奋奋的事情 就过来了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能各位说啊 就像那买兰花的 今天各位 谈感情爱情 谈结婚 当然就是在追求一种 感情的归宿 一种幸福快乐 你必须定好这个主题 那既然定好幸福快乐 这个事情有点变化 你还是继续快乐 没有问题 就像我上回 也提过一个问题 有一位 年轻的太太结了婚了 然后呢生了小孩 后来先生 跟他不知道什么问题 吵架 两个人协议要离婚 那离婚的时候啊 先生不但走了 也把小孩带走了 这个年轻的妈妈 就很痛苦啊 就像活不下去了 没办法 没地方去 就跑来寺廟啊 哭啊 老婆上问他 你为什么哭啊 她说啊 哎呀老婆上 我好可怜啊 我本来有一个快乐的家庭 哪里知道先生跟我吵架 然后跟我离婚 不但离婚 我没经济清楚 又把我小孩带走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很痛苦啊 然后老婆上怎么回答呢 老婆上说 哎 你还没有谈恋爱 认识你先生 那个时候你有小孩 没有啊 那时候你有男朋友 没有啊 那时候你快不快乐 快乐啊 你现在又可以开快乐了 你又恢复快乐的单身了 当然讲起来很简单 对这个年轻的妈妈 那我儿子在哪里啊 我所依赖爱的先生在哪里啊 所以各位你讲到这个 到底是有快乐还是没有快乐 就像刚刚花摔坏了花的主人 有的时候他很快乐 没有的时候他也可以接受 那这就是重点 要谈爱情谈感情 拿起来 要先学习放得下 你要是放不下 那变成一种压力 你又会给对方压力 你会怀疑对方 啊 现在怀疑对方 怀疑先生有外遇 怀疑太太对不起她 特别现在在网络时代 谁手机拿起来 过去的男朋友女朋友 还是现在新认识的 他都可以马上联络了 那现在无聊的人很多啊 透过网络手机 他就想要寂寞 想要到处交朋友嘛 而且可以为了安全警戒 我一次交好几个 在那边试试看交往 这也多的是 所以现在人际关系非常复杂 那各位如果你问我 那怎么样去谈一个爱情 才会永远快乐 当然 特别对女生来讲比较吃亏 一位女生她是凭感觉的 她感受到她喜欢 她想要跟着她 她看到她就很快乐 久了以后就变成一种依赖 这个依赖 问题就来了 这个多元变化社会 万一这个男生为了赚钱 他没办法经常回家 他必须晚回家 他必须交去应酬 冲突就来了 抱怨就来了 所以我只能说 如果按在我们的 一个修行者的正式的角度 一个太太对先生 太太要扮演五六种角色 不能光扮演她的情人 我们写的 要扮演她妈妈 要扮演她姐姐 还要扮演她的朋友 还要扮演她的下人 帮她在那边烧饭洗衣服 扮演她的太太 甚至其中六分之一 在扮演她的小情人 跟你谈谈恋爱 结婚前可是可以天天谈恋爱 结婚以后对不起 各忙各的了 甚至做太太一样 可能那个时候 还没有生小孩 还没有很多压力的时候 两个人谈情说 现在对不起了 太太爱小孩子 照顾小孩子 然后要照顾公公婆婆 她没时间跟老公在那边 谈恋爱 那这样的生活状态 你是不是都了解 再来还牵涉一个问题 夫妻双方各有长辈 对不对 各有爸爸妈妈 那结婚不是光两个人的事情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以后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那生小孩以后 那又不一样了 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 又加进不一样的意见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一个单纯的爱情 发展到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样子的情况 你预备好了没有 如果你认为 你心甘情愿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你守护这一份爱情 那还比较可以接受 以前逆来顺受 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但是现在的社会 不一样了 因为比较看得多 电视影剧都演得很美 爱情故事 演到最后就 男主角女主角 终于快乐的在一起 然后是最好的结局 但是 现在有好结局的 多吗 甚至 很多人还会说 早知道我不结婚 但是你叫他离婚 他还不要 他边要边抱怨 边抱怨边爱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 当然所有的快乐的开始 都要面对痛苦的开始 甚至是痛苦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有智慧的话 你就可以接受超越 当然很多男生 我问他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我有欲望啊 然后 男生是欲望多于爱情 女生是爱情才有欲望 两个本来就不太一样 那有些男生跟直接说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传宗接代啊 我爸爸妈妈 我也喜欢啊 那万一 不满意怎么办 所以 他的目的不仅是绝对是爱情 爱情可能是附带的 但是对一个女生 他愿意嫁给这个男人 或者替他传宗接代 他是纯粹有爱情 所以他可以忍受 生女生又生女生又生女生 后来终于生男生的这个痛苦 为了爱情 但是他那一天看到 爱情改变了 他先生不常回家了 甚至交际应酬多了 甚至怀疑他外面有没有女朋友啊 甚至 这个先生很有钱 他搞不好外面还有小山还有房子 还有那替他生小孩 然后他知道以后 完蛋了 世界天奔地裂了 他再来这个 不能接受了 但是我跟各位说 一切都不是你计划的 中瓜得瓜 中果 中痘痘痘 你过去是对待男女关系的思想行为 就100%影响你这一次 过去你曾经嫌疑 或是伤害到别人的感情 那这样子的业 哪怕现在你谈恋爱 这个男生女生 你很爱 但是 因为刚刚讲的 友缘才会相见 相见才会相爱 后面就很可怜 相爱才会相恨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有这个恶缘 来了 然后你能不能够接受 所以 智慧如虚空 这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智慧 你就要悉空 接受一切 了解一切 反正 不管怎么样 你就继续爱就对了 问题是 你做得到吗 把这样成为一种修行 为什么 我们那天讲的 修行呢 就是要把感情 透过智慧 变成慈悲 那就是一个 没有执着的感情 一个快乐 那叫慈悲 因为我既然 嫁给她 我既然 愿意娶她 我要让她 幸福一辈子 就像我们也看过 很多人 先生 生病了 车祸 她太太 那时候才刚生小孩 但是她可以 心甘情愿的 照顾她一辈子 这种故事 这种故事常有 但是也有 因为这样 就跑掉了 我也认识很多 小朋友说 我妈我从小都没见过 我说没有啊 为什么一般的爸爸不见 她说她妈妈不见了 突然跑掉了 爸爸抚养她长大 我还认识一个女生 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她有一天早上睡醒 那时候她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一年级 一个二年级 没有什么迹象 早上睡醒 先生不见了 完全不见了 没有任何消息 好在她还认识几个同学 然后就到同学住 然后就 重新找一个工作 大家的帮忙 让她先把小孩子 这样 带起来 那个时候我看到她 她整天都不笑 怨 就是一个怨 但是 心里还想说 为什么别人可以 我不行 为什么别人有没有 她还有这个怨 虽然她跟着我们 好像修行 但是心中的怨还在 问题还没讲完 过了 我从小孩子 看到她 她的儿子已经读大学 先生突然跑回来了 跑回来 说她要回家了 她也愿意负一点点责任 你看她心里多复杂 问题是那个时候 她已经有一个男朋友 虽然没有真正在一起 但都是一个感情的 聊聊天嘛 大家 交流交流 爱情感情 那个时候 就挣扎了 她就问我 这怎么办 当然我也有跟她说 你如果愿意让你先生回来 你就不要问她 为什么要离开你 你就全然的 就像前面那段 你给她忘了 你也不要抱怨 她没拿钱回来 再带小孩子 问题她又说 她现在愿意拿钱出来 问题是 她跟她已经没爱情 我说对啊 那你还考虑吗 如果你没有了 你也可以跟对方说现在没有了 但是 小孩子 她愿意负一点责任 你愿意让她无所 反正你就 跟她之间没爱情了 甚至你哪一天 也可以跟她说 你现在有你的男伴了 如果她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也没办法 这是她的事 因为她当初抛去 所以 当然我讲的方法就是说 你的心态里面 怎么样接受 可能的变化 就像我 我很多同学 我是36岁出家 然后我有很多同学 碰到了 有些婚姻不好来找我 他就说 早跟你知道 我跟你一样出家 我说你讲这个消极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修行是什么意思 你只是逃避男女问题 我说我老婆 让我气死了 我说当初你不是很爱她吗 她不是很可爱吗 她说可爱什么 以前小鸟现在乌鸦 我看到她就讨厌 如何如何 到底是谁变了 人总会变啊 男生也会变 女生也会变 我说你当初都没考虑啊 所以我跟她讲 你如果唯一要离婚的理由 是因为你还是爱着她 只是你要把这个爱升华 所以你跑去修行了 那还有一点道理 如果你来跟我找我出家 是因为逃避 想要脱离这个痛苦 那你还是带着痛苦 你不了解真理是什么 所以当然 这个问题太多太多 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说 一开始的爱情很甜的 但是后面的问题 每个人都要想清楚 而且现在这种 因果事实随时在演给你看 影剧圈也好 报纸也好 爸爸妈妈也好 兄弟姐妹也好 都在演给我们看 只是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 就像你决定去爱一个人 接受一个人 她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能够接受 这个我们叫空性放下 这个没有压力的爱情 那还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再来 就像一个男生 我跟他说 如果你太太跟你结婚 他没小孩 生不出小孩 你能不能接受 第二个 他可以生小孩 但他不想生 现在女生有女生主观的看法 特别如果他有一点赚钱能力 他有家境 他不见得要听你的 对不对 所以 那你能不能接受 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保持一个 不要骄傲 我们叫老二哲学 反正 你凶我就不凶 你想你坚持你对 我就说好我不对 你有这样子的谦虚 忍辱 那我想 这个男女关系 家庭关系 还可以混的 如果你的双方都要坚持自己对 不想谦虚 以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不管对错 别人讲我错 我都静静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修行 我就要消除这个自我主观观念 既然我在修行 我就不想发脾气 我不想耍情绪 因为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对待任何一件事情 像我们修行人是个流浪人 到东就是这样 到西就是这样 到任何地方 寄人篱下 惭愧 忍辱 但是还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常说 我如果没地方住 我就会去住在浑墓区 浑墓区一定要很空的房子 甚至很便宜 甚至没人住了 如果以我一个人 说我去你们浑墓区住 我每天就帮你们免费 我在那边送金 超度 我看 谁都给你住 还拿饭给你吃 你觉得这样就很自在了 那你又是无所求 那是全世界都欢迎你 更是由欢迎变成尊敬你 因为我这样比喻的就是说 各位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修行就是 跟万事万物合合配合 跟任何人任何众生配合 就是这样 那爱情婚姻家庭 就是一种配合 各位了解吗 所以听我讲一句话 研究真理就是研究自己 研究自己就是放下自己 没有我 我不要求我的福利 由放下自己 而奉献自己 把你自己奉献给你的先生 那你可以结婚 做先生的愿意一辈子 让你的老婆幸福 那你可以奉献 你把公公婆婆 就当做永恒的爸妈妈 跟家里的爸爸妈妈来孝顺 那你过得很幸福 因为这是你设定好的 对我们的父母 我们永远 亲生细语柔和 报恩 爸爸妈妈生亡 我们这是你已经设定好的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如果要问我 我们一起讨论这个 这个爱情啊 婚姻啊 家庭 我要谈的就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这个人 你根本没有这种 跟别人和谐忍辱的这种功夫 那你要去结婚 那你就自讨苦吃了 但是有些人说 我不想结婚 但是我要有欲望 我要满足我的感情跟欲望 那你就会变成一种邪淫 那当然现在可能你有一点 钱啊 外表啊 条件 你可以这样玩 那是各位 我告诉你 再来的后半辈子 你就会有什么肾脏病啊 什么妇女病啊 什么腰痛啊 皮肤炎啊 然后我再告诉你 人死还有来世哦 邪淫的果报啊 如果你要听一听啊 会屁股尿流哦 吓都吓坏了 所以人的短短的 短短的一辈子所种的善恶业 会影响你百千万亿事 这个是做人非常困难的地方 那我想这种生命教育 我们还是要事先了解 不然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啊 把神圣的爱情感情 当做一种玩偶一样 就像喝水一样 乱七八糟 甚至把男女的性行为 当做一种吃饭一样 喜欢就来不喜欢就走 反正我有钱 或是我有条件 就像我认识几个女生 真的是有一点漂亮 那时候我觉得 她们的命运真的很惨 很惨 现在可能是因为 还有一点条件吧 还可以耀武扬威啊 可以玩来玩去啊 将来老了怎么办呢 然后呢 过的生活可孤单了 因为人要为自己的 所有思想行为负责任的 不用等到下辈的现世 就来了 你怎么对待别人 将来你就怎么被对待 你玩弄别人 将来你就被玩弄 所以我想各位在 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讲的就是 不能把自己的欲望 去伤害到别人 或甚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 感情的欲望 幸运 为了自己传宗接代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 因为有钱 她找不到太太 她就用钱去买 是不是 啊 当然 去买了结果 买来了太太 是不是 当初根本没谈恋爱 对方也需要钱 那你有钱 这个里面有真爱吗 不一定 但是有些人还是碰到好阴眼 那有些人 就比较惨了 他摆明了 我是为了生小孩找个伴 找你来的 不尊重对方 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应该把 谈恋爱当作修行 学习 尊重对方 包容对方 接受对方 但是 结果你们有没有结婚 不知道 因为个人姻缘 就算结婚 有些七年缘 我们叫七年之养 有些三年 有些十年 还有人结婚二三十年 还离婚的呢 分开的呢 多的是 多的不得了 如果在其他的 国家 还有一种 可以娶两三个太太 娶四个太太 以前古时候的人 一夫一妻制 是最近这个时代才定的呢 早在一百年前 有钱 算谁有钱 谁娶多一点 长得漂亮 没钱的小姐 那你就委屈一点 因为 你可能是老二 你可能是老三 你可能是老四 因为你深深有钱 那穷小孩 那还有那种 像女性社会 各位到我们云南呢 我就不担了 叫走婚走婚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家庭的 父母的财产 不是留给男生的 是留给女生的 因为女生 他走婚 他有好几个 不一样的先生 走了以后怀孕了 所以 但是女孩子 主管家庭 经济 所以父母留给他 房子留给他 但是 他的老公呢 不见得固定 他生的小孩呢 不一样爸爸的 喜欢就来 不喜欢就走 各种文化 都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这个爱情游戏 各位喜欢看电影看小说 总是精彩的很 但是 不可预算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一个期待 所以 如果各位现在追求爱情 也正在谈爱情 期待追求 我们叫往外求的执着 我永远是痛苦的 永远是痛苦的 你能够接受 安分 不抱怨 你才有快乐 就据我来讲 就刚刚讲了 别人侮辱我 别人伤害我 别人 误会我 这就是我修行最好的机会 因为 真正的快乐 不是我有欲望 我追求爱情 真正的欲望是 真正的快乐是 我没有欲望 我不追求爱情 不是无情 而是要把这个自我爱情追求 消除掉 把感情变成一种 我只有给别人幸福 不认识的 我要给你幸福的 慈悲 那你就所向无敌 什么都不用担心 不用怕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我们叫随顺因缘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就像我以前 当然我三十 将近三十六三十五出家 那我三十四岁 三十三岁就有一定要出家 那时候我还在搞旅游业啊 做做简单的房地产生意啊 小小投资 那就很多人就跑来跟我说 你不适合出家 如何如何 甚至我已经决定要出家了 还有一个妈妈带她 她的女儿来过说 你这样好不好 你不要出家 你就跟我女儿结婚 我说我已经够痛苦了 什么事情都有 因为每个人 当然像我 我是个出家人 难道我过去是百千万节 都没结过婚吗 也一定有啊 所以有缘的一定有啊 而且这个缘 各位不见得是夫妻啊 所以我认为 有情皆苦 有这个执着的感情 它就会让我们换来换去 先生变太太 太太变先生 过去你们两个叫夫妻 你做先生他做太太 然后呢 因为怎么对待他 这辈子又换个角色 换女生做先生 男生做太太 然后又开始 好像又在那呗对依 然后 就角色 也不断的在改变 你太太生下来的儿子 是他过去真正的情人 这下我在北京 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 也长得很帅 但他就跑来跟我说 师父啊 你有空 你要去哪里就跟我说 我就跟着你 我帮你出机票钱 出旅馆钱 我说你 你没有事业 或者说交给我太太 他做得很棒 他会赚钱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做 我没意思啊 他生了我女儿以后 他不理我了 天天就扒着他女儿 我就变成一个寂寞的男人 我又修行了 我又不想乱搞男女关系 我觉得 我太太也不是乱搞 他只是天天就疼着他的女儿 把事业做得很好 根本不需要我 我这个钱 我就跟你出国去做好事就好 我说你这样讲 你还是抱怨 我说对啊 那我没办法 这种事情也有 但是 是他的姻缘 因为他的太太就欠女儿债 他太太处事经民会赚大钱 所以 那他来管家就好了 那我就看 那你是个很幸福的男人 对不对 但是他说不行 我觉得寂寞 我说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么有福报 太太把你女儿照顾好 把你公司照顾好 你看你还可以跟我游场玩水 去做功德 做好事 你还要感谢你的太太 但是如果你还在追求男女的爱情 对你可苦了 你太太可能在这点还比你放下 他只是欠你女儿债 所以我想 每个人的因缘 条件不一样 我们不能 一个方法来用 每个人的方法 但是 讲的真理 那就是你的心态 世间的爱 情 或是乃至亲情 这个都是一个压力 虽然感受到很甜 总是一种负担 就像爸爸妈妈生一个单身儿女 那两个爸爸妈妈 整个重点都在儿女身上 那个 独生儿女身上 那这样也有造成一些问题 太宠爱了 那儿女的态度 不见得那么孝顺 如果 话又讲回来 各位讲到家庭 有一个男生 谈一个来 两个谈到结婚 那两个人就烦恼了 为什么 他们两个人要负责 四个老人的生活 如果老人家 有经济收入很好 这是他们福报 偏偏没有 那女方就希望 女方的家长 希望他以后 结婚的男生 最好家里比较有钱 平贱夫妻 百事哀 父母这样想 也不见得错啊 爱情算什么 久了以后 钱最重要 所以女方的 爸爸妈妈 希望他嫁个 有钱的男人 但是女方觉得 爱情最重要 那他们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个 你们自己要好好 去沟通 而且要让你的父母知道 没钱 有真爱 还可以相处 就算有的钱 没有真爱相处 也是互相欺骗 有什么意思 当然我也有交代 一句话 我跟了这个女方说 万一你爸爸妈妈坚持 你不能改变 请问你是要跟这个男生 结婚还是听父母的 他一下就掉眼泪了 他问我师父怎么办 我说父母恩超过一切 你记住了这句话 我也跟男方说 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所以 但是如果你们要勉强 那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同 这样的婚姻 也不能维持太久了 因为你们会耿耿于怀 特别女方还算一个孝顺的小孩子 这怎么过关呢 那双方就有问题 所以我谈到这个地方 我只能告诉各位 你如果愿意去谈感情 结婚 组家庭 生儿育女 你要有一个准备 凡事有过去式的 因缘果报的业力 你都要接受 也要跟现在的因缘 你也要接受 把这个东西 透过这个来奉献 来爱 来忍辱 来接受 来修业障 来基伏报 来修悲心 来修空性 所以我的想法 懂得修行的道理 健康也好 生病也好 都无所谓 不懂得修行的真理 那你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失望 我也认识一个 长得很漂亮 又是非常有钱 有福报的一个女生 自己也很节俭 每天送地上金 吃饭一个饭 利大抓捡起来 人家是有钱到 没有办法比喻 但是呢 讲到他先生 他就很怨 他先生是个老粗 但是呢 曾经在穷的时候 他跪在佛前说 我拿着 那时候他才几百块 人民币也 如果将来让我 发财有钱 我要帮忙盖寺庙 然后我要娶个 漂亮的太太 来一起跟我 帮我修行 帮我做布施 他发这个怨 真的 太太比他高 又比他漂亮 又比他会读书 但是问题 他们两个有夫妻缘 但是有夫妻缘 却没有爱情缘 所以说太太觉得 虽然他有钱 这么多有钱 他先生是在赚了太多太多的钱 他可以一下用几百万人民币 做什么事情都没问题 而要买几亿的房子也没问题 但是他不快乐 我可以从他身上不快乐 觉得他很危险 所以有时候 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跟这位女富翁说 虽然你很有钱 很节俭 但我看得出来你不快乐 但是你这个快乐 是你自己的问题 绝对不是你的先生 你说他这个莽夫 很粗鲁 天天交际应酬 甚至跟我说 他外面女人多得很 我说这个是正常 这个社会 这个是谐言 是没有错 你倒过来 你懂得修行 你还要同情他 他说他只有拜拜 他只有求法 至少 这是他的阶段 你的阶段 你已经在读经典了 你已经有思维能力了 那你不能用钱来说 他比较高 你现在你的思想 比他还伟大 但是你要包容对方 不然的话 你这个怨气 那对你的修行 没有帮助 你身体不好 笑不出来 生活这么严谨 如果我的观察 这个做先生的 发的愿是对 但好在娶了一个 非常严谨 有修行的太太 她才会 发这么多钱 当然 我也看得出来 这个太太 以前是个修行 就欠她老公的债 欠债就要还债 夫妻 很多姻缘都是 互相欠债 但是 如果 我跟这个太太说 如果你真实在修行 你应该感恩老公 她带给你这么多财富 虽然可能是你的福报 让你可以圆满的布施 每天忙于事业 忙于教学英宠 让你有很多时间去 修行 参访寺庙 像我以前 去哪个国家 他们都可以跟 好厉害 没人管一样 只有带钱 做好事 大家都还羡慕呢 但是她心里 可能在想 那我为什么 跟别人不一样 没有一份 最甜美的爱情 鱼以熊掌而兼得 很困难 所以 我只能说 各位要想得对方的好 就像有一对太太 跟她现在要离婚 然后呢 当她先生不错 小孩子给她带 她给她钱 但是 我就问这位太太 我说 你要怎么看 今天没有这个先生 你拿来这么疼爱的儿子呢 这么可爱的小孩呢 你光想她这一点 就要感恩她 而且她还真负责了 她还给你钱 问题她不甘愿 她说她先生 外面可能有女朋友 这个就是修行 只想对方的好 同情对方的不好 你能够快乐 才有爸爸 你如果不快乐 这个小孩跟着你 也不快乐 妈妈每天怨爸爸 抱怨爸爸 那你哪个破坏人家 负责感情呢 那过去是 那过去是很简单 一定是你对她这样 所以她才对你这样 这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 佛教各位一直听我讲 行为反作用力 你现在所得到的 都是你过去所做的因果 那你现在该做的 就是修行 忏悔自己的恶业 才会这样被对待 积极的去 慈悲 慈悲就是 忍辱对方 给对方幸福 藉由这个机会 消除自我执着 而达到 无我的 禅的 自在的 禅 空性的智慧 没有生病 谁会想要 找出病因呢 所以我们讲 所有生病来自于业 这个业力 来自哪里 来自于你 你执着身体是我的 这才是病的原因 你怎么可能叫一个人 一辈子都不生病呢 我们讲了 初世间法 如莲花的心事 身体生病 有感受 但是 心里是我的 我掌握我的心 接受身体的感受 就像 各位现在 不管你在 坐在哪里 就像我坐在这边 我坐久 也会酸啊 讲话也会累啊 但是这是我 自然的果报啊 我接受啊 接受身体的酸痛啊 但是我心里 很高兴啊 因为我心里是 我在能够 对各位做一点 简单的不思 也了解 各位的各种的经验 对我是 欢喜的 就像打坐 怎么酸痛 心里是清静的 但是 如果你不懂了 这个道理 认为快乐 就是一种感受的快乐 老公对我 太太对我很尊重 儿女很孝顺 家庭很美满 那我叫成功 成功的定义 弄对成功的定义是 征服自己 超越自己的烦恼 超越身体的深恼病史 超越感情的种种的变化 爱别离苦求不得苦 乃至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叫冤真会苦 种种变化的 这才叫成功 就像我常讲的 静坐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静坐就是舍掉 对身体的执着 对爱情的执着 让自己在一个 平静的 无所求的状态 这还叫解脱道 解脱道的修行 但是进一步 要把丰富的爱情 变成一种 对众生的大慈大悲 一个圆满的思考能力 知识 变成一种了解众生 接我父母 了解所有父母 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大智慧 那 所以 我们在追求的是这一种 当然 常讲 家家皆有一本金刚经 意思是说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以 金刚经讲的是 空放下 凡一切存在 都是假的虚幻的 它存在的现象是一个因果关系而已 所有的因缘果报 万法的存在 这个人也好 我今天可以活到60岁70岁90岁 这是我 我有的因缘 我过去如果杀生多 我又多病短受 我过去如果不杀生 而且我很会照顾老人 又喜欢救护动物的生命 我可能活到 100岁120岁 但是话要讲 活到100岁120岁 常常生病 还不如60岁就死了 我们都这样想 长寿 如果多病 还是可怜 长寿 如果无病 还可以 去爱众生 那长寿 还有点意义 不然是折磨 一个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它是一种惩罚 活着是个痛苦 就像现在各位 结婚了 你会想 不结婚多快乐 你讲这种话 太不负责任了 但是道理归道理 当你面对 你就受不了 上次我 我碰过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劝另外一个女孩子 你放下吗 不是讲空性吗 男人有外遇正常 放下放下 接受因果 我就觉得 讲得倒不错 后来换他老公有外遇 那换我来跟他讲 你不是要放下 他哭死了 放下 讲别人可容易 自己碰到了 不行 还有一次 更好玩 一位太太来找我 海老法师 你带我先生出家好吗 我先生说 他想要修行 如何如何 然后后来 他先生来 我说你要修行 对呀 你真的要修行 对呀 那我就跟他太太 好吧 你不是说 你要老公要修行吗 那你要先签好 离婚证书 人家自由了 你才不用管人家 哇 这让他老婆可生气了 他先给我出家 我才可以签离婚证书 万一我签个离婚证书 他跑就跟他小生在一起 怎么样 不不不 这个太太的意思 他要不到 要别人 别人也要不到 把他赶去出家 他认为这个是安全 还找一个 我去管他 那我这下可倒霉了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想 我最后要讲的 不执着的爱情 你才有快乐的爱情 接受一切变化 安忍的爱情 那你的爱情 才可以长长久久 我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大一还大了 结果我班上一位 很漂亮的女生 就结婚了 我们男同学觉得 我这个结婚了 这下不自由了 有一天 上课坐在我旁边 我就问他 Hello 漂亮的同学 你结婚这一两年 有没有什么感想 还给我说 酸甜苦辣都在中间 但是 他可以接受 那这样就好了 甘愿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就 就是酸甜苦辣 不是真正的美 各位千万不要把爱情 当作电影里面 那个公主王子 如果你这样认为 你进费不了 如果站在各位今天 已经开始在修行了 那你要了解 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外界的变化无常 是让你认识真理的 变化无常是正常 你心里不变化无常 那才是修行 那你这样 你的爱情才有保障 保障是用你的智慧来保障 而不是要求对方对待你好 当然 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有些人真的是 先生从头到尾对他好得不得了 而且还怕他有外遇 我碰过几个女生 他很烦 我先生我去做个寺庙 做个找我 他都要管我 我说你应该去女众的寺庙 你先生可能不管你 你跑来我们男众法师的寺庙 你先生就很痛苦呢 我们这些出家人 还长得还蛮端正的呢 他搞不好怕你跟我们这边聊天呢 他吃醋 代表他爱你还不错了 有些连吃醋都不 你赶快去 然后他搞他的外遇 只是说我跟这位女士主 有女众的寺庙你多去 然后我们男众这边的最好是老人来就好了 所以那这样比较方便吧 李先生已经抗议了 但他就偏偏 他就偏偏 他喜欢 我说这个你还是喜欢 你喜欢那就 那就问题就来了 不过我还是归咎到一个原点 不要要求对方给你什么 我们只想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因为你设定好要结婚 男生你就要负责任 那我现在来谈一谈 做一个先生 应该怎么样对待他的太太 听听觉悟者怎么说 那你既然了解了 那你就要好好的按照 这个觉悟者的做法 怎么去做是标准的 我现在要跟各位说 那意思是说 胡说说 做先生对待太太 有五件事情 这是做先生该做的 也是做老公的记律 第一个 出门入门 要尊敬太太 要尊重太太 你要跟他报告 让他安心 第二个 做先生呢 那要经常负责赚钱 让家里有吃有住 而且不一样的时间 要记得送衣服 送棉被 让他们生活上没问题 第三个 女人嘛 做先生的 在适当的时机 要买这些金银赚戒 女人喜欢的 这是你做先生的责任 所以各位你不要说 结婚订婚买一个戒指 到死都没第二个戒指 你太不会做老公了 是不是 该给钱要给钱 该给衣服要给衣服 该给香水要给香水 不然 什么叫老公啊 做老公 你做太太为你照顾父母 替你生小孩 照顾家庭 你连工资的总经理都要送礼物了 送薪水了 第四个 做先生呢 家里有多少钱 你都要交给太太管 这个记住哦 这个叫 这个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第五个 做先生呢 不能在外面 还有家庭 或养小老婆 那这五条规定 各位男人 准备好了吗 各位现在谈恋爱 准备结婚的男人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 你有结婚的资格 所以 我再念一遍哦 所以 做先生呢 对太太 出入 都要尊敬 跟你的太太讲清楚 让她安心 第二个 要负责家里的饭菜啊 衣服啊 棉被啊 床铺啊 柜子啊 这些你要负责 第三个 固定的时间 那 甚至太太的生日啊 重要的什么情人节啊 你要买这些金银珠宝 让太太快乐 第四个 家里面有多少钱 这个经济大钱呢 应该交给太太管 第五个 做先生的 在外面 不能有 保外遇 等等 那这是 做先生的要做 那做太太的 也五件事情要做 那各位 注意听啊 第一个 先生去外面上班 回来 太太要 像韩国人这样啊 像日本人这样 赶快把拖鞋拿出来 要起来欢迎 你不能说 你老公回来 你还在房间睡觉 干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不像做太太的人 你老公会觉得 太不幸福了 你不尊敬 第二 做先生的外出不在 做太太的 要把这些扫干净啊 饭菜什么都准备好 第三个 做太太的 不能有外遇 今天 我的老公已经老了 又胖了 又秃头了 我去外面 跟个小 小王 小鲜肉 现在又有微信 随便 跟对方 交男女朋友 有约约会 不能如此 再来 先生万一跟你意见不合 讲话大声一点 你不能还骂 做脸色给先生看 也说 做太太不能顶嘴 各位 你想清楚没有 这个是真理 真理的夫妻生活 你做一个佛弟子 佛陀这样说 老公骂你不能还以颜色的 要静静的 要安忍 第四 所以 按照先生所讲的 不是说 先生把钱交给你 那你不能有私房钱 当然我认为 女人们私房钱很困难 但是至少 你就像老公的会计一样 家里还有多少钱 有多少东西 你要让你老公知道 不能自己敞太多 第五个 要注意 先生休息了 你才可以躺下来休息 你不能老公还没休息 你就已经睡觉了 老公起床了 你还在睡觉 那你哪有资格做太太呢 这一点 各位可以去看看经典 你就了解 我原来如此 那这样夫妻才可以和和 更重要的 还有句话 家中的火不能拿到外面去 这句话什么意思 做太太的 不能把家里的坏事 甚至公公婆婆 怎么对待你不好 先生的哥哥 乃至你的小叔 哪里不好 讲给外面的人听 这一点永远记住 所以 而且在别人面前还要赞叹先生 等等 那我想 有婚姻而有家庭 特别是 做妈妈的 一定要做儿女的模范 因为妈妈和儿女相处的时间 超过一 爸爸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 是非常有修行的 有道德的 那做妈妈的角色 更重于爸爸 那做爸爸的 比较重于思想教育 人格教育 做模范给他看 那我想 那不是光两个人的问题 对上 让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 幼父幼母 想到我们很安心 多了一个儿子 也多了一个女儿一样 对彼此 互相忍受对方的 缺点 而且真的是 爱对方 不退转的 配合 对子女 那我们要做她的模范 而且 这里面 佛陀还说了 那对子女要怎么去对待 做父母的怎么样去 帮助子女呢 第一个 要 真心的爱子女 去感动她 让她 断恶修散 不要做坏事 多做好事 当然爸爸妈妈要做好 第二个 要教育而你了解 世间的很多事情 就像各位去受教育 将来才可以上班赚钱 第三个 要告诉她 要告诉她真理 因果道德 所以 也不要去欺骗别人 第四个 那么 特别对小孩子 要想尽办法 帮助她结婚 找到好的对象 乃至呢 帮她准备啊 这些 结婚需要的金钱啊 等等 那小孩子 就很安心 第五个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就要早一点 把家里的财产 分配给儿女 让她 能够计划她的未来 那这样各位 就了解了 那对儿女呢 对爸爸 要怎么办呢 那这个 当然一定要 孝顺 那怎么做 做儿女呢 一定要想着 爸爸妈妈的老年 以后生活 你要照顾得很好 第二个 做儿女的 一早起来 就要赶快 替爸爸妈妈 准备饭菜 如果你比较有钱 有仆人 一定要要求仆人 早一点 来替爸爸妈妈 准备饭菜 起床的事情 第三个 做儿女的 永远不能让爸爸妈妈 因为你的事情 而担忧烦恼 第四个 要时时刻刻 感念的父母 对我们的恩 想到自己 要掉眼泪一样 第五个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生病了 我们要非常很急 很恐惧的 找到最好的医生 来照顾我们的父母 那各位 你听我这样一讲 哇 有 爱情而变有家庭 所以有婚姻 有家庭 这个牵涉的部分 我们就要按照道理 不能按照个人的想法 按照个人想法 两个就冲突了 所以我认为 各位 你们 我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信徒 我都告诉你 你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带来师父这边 师父不是你爸妈 不会骂你 但是师父会给你一条 最好的方法 我也帮你看看 这个女孩子 适不适合你 这个男生 适不适合你 因为我了解 她的心态 如果这个人 她跟她个性不合 你们现在交往 最后等于得罪一个人 都不好 结婚以后 离婚也不好 一个男人 个性比较强 女生个性比较柔 逆来顺手 那还可以 男人暗现纸 结果女生很有钱 搞到后来 也是搞外衣 他憋能够憋多久 他被这个傲慢 这个有钱高贵的 女孩子欺负 那这个男生 只好去外面 找小山啊等等 所以我在 就碰到一个 他们夫妻企业 做得很大 后来呢 因为没有生小孩 后来 男生就是 外面有女人 又生小孩 然后这个女生 就来找我师父 你要告诉你的徒弟 他怎么看 对不起 然后我就找他的老公 我说你每天 事业做那么好 为什么 他讲了 他就哭啊 他说师父 你这一点 你就不了解 我的太太 对我妈妈很不好 她很恨 如何如何 所以呢 他只是为了 要赚钱 但是呢 他现在真正的爱人 是 是他外面这个女人 这个理由 听起来也错 因为你明明 对不起你太太 有外衣 但是 这个做太太 明明就对他先生的 爸爸妈妈不好 因为做太太 这边比较有钱啊 看不起妇 等等等等 当然这是他们过去式的姻缘 当然弄到后来两个就是 离婚 那那栋大房子 现在都锁着 为什么 谁也不让步 谁也不让步 两个人的名字 那怎么办呢 我都觉得很可惜啊 两个见面像仇人一样 到现在官司 女生也不甘愿啊 等等等等 男生也不放下 那变成怨偶 怨偶来世还是在一起的 我们叫怨真会苦 怨跟生气的 你还是会相遇 所以各位 这一辈子我常讲 所有的爱爱恨恨的 这辈子把它圆满 反正你就修忍辱 你就把它圆满 那就对了 你要去讲道理也讲不完 既然我们是一个 认为自己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智慧就是安忍 对任何事情 要忍入这个叫智慧 那对方让你能够 修忍入消我值 还不错了 那如果你要去争啊 要赢啊 太过于个性啊 本位主义啊 主观啊 那就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就是孤独 所以在这一点 老二哲学 忍入是力量 慈悲是唯一的武器 去对待别人 所以 我想在这一点 你认同了 那你以配合 惭愧 感恩的态度 然后去结婚 去组合家庭 尽量的付出 那你的生命就有修行 所以修行不见了 修行不是在 在哪里修行 修行在你当下的环境 做老板的人 感恩这些职员 而不是说跟职员对立啊 你拿我薪水啊 又怎么样 尽量贴近对方 那职员知道老板对他好 他很主动的付出 不用你要求他 那有没有赚钱 他有他的姻缘 不是你用尽心机的 但是你从这里面 修一个忍辱啊 慈悲啊 善良啊 那对你来讲 你已经超越金钱 因为金钱再多也带不走 饿也饿不死 生活还可以过 那夫妻的关系更是微妙 男女之间 我还是要告诉年轻人 没有准备要结婚 所谈的爱情 可以谈 但是不能有性行为 如果这样 那就是邪淫 那以后 伤害了对方 也伤害了自己 将来又什么意思 那既然你们两个决定 要结婚 那就要承诺于对方 也接受对方的 有跟没有 你不能说 你老公搞不好 40岁就中风了 你要照顾他到70岁 你想好他没有 那你不能怨啊 所以 那我想 古时候可能这些 过得还可以 现在来看个人姻缘 但是 今天做老公了 40岁就中风 你的太太 抛弃你而走 这也是你个人的姻缘 你也不要怨对方 安顿自己的心 不要要求别人 因为 爱情 它是一个暂时的 那对方不爱你 那老人也需要你的爱啊 就像很多人 跑来找我师傅 我们两个不会生爱 你帮我们念念念念 我说我不用念 我直接送一个小孩给你 吓坏 为什么 孤儿院很多 人家 人家 要流产了 我们就拜托他生下 我送给你 送给你 那是三保加持的 他不要 我自己生了才算数 那我没办法了 所以我想 逆来顺受 接受一切 只管慈悲 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 你依然爱对方 尊敬对方 那你自己最快乐 要求对方 自己痛苦 这是你自己做决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爱情 感谢对方给你经验 我认为一个人 从会谈爱情到结婚 可能中间交往 交往两个三个五个都不一定 搞不好 人家有那个 我认识那个 从小学都认识 然后一直到结婚的 然后两个还很好 这是人家生生世世 结的善缘 所以我在这边 我只能跟各位年轻人 以现在的社会 基本上有一点困难 但是你能够忍辱 接受变化 依然去关心对方 然后按照刚刚念的那五条 那你就一教奉行 这是佛陀说的 伟大的智慧者 生命教育家说的 那当然 如果两个夫妻 或是男女朋友 都有一个善知识 你们共同善知识 比如说 这位老人 这位有智慧 这位修行者 你观察过他 你们依止他做善知 当你们双方没有意见的时候 他不是用他的想法 他是用真理 跟各位说 这样这样这样 这个就是 大家有一个 依止真理 我们叫依止法 那就没问题 如果依照个人的想法 那一定会冲突 冲突 所以我会说 研究真理 就是研究自己 研究自己 就是放下自己 没有自己的主观 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那就对了 但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你要奉献给你的先生 奉献给他的家庭 你们的家庭 作为一个先生 要负责任于 这整个家庭 但是 不能把结婚 当作爱情的圆满 因为这里面 大家要扮演的角色 不一样 而且年纪增长如何 但是我在路上看到 有一些老夫老妻 走路都是手牵手 我们很羡慕 但是意见来 两个还是吵架 对不对 各有各的 那如果像外国人 他们有外国人的想法 他们不依靠儿女的 在老人院 各自有各自的老人院 也不一定 各自尊敬个人的生活 但是勉强的 要去要求对方 最后都是痛苦的 我们只能要求自己 安忍 接受 无我 但是关心的对方 爱对方 可以的 但是不要执着 如果有些人害怕说 师父 我们两个下辈子 还做夫妻 我说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来 结合在一起 是为了利益众生 那没话讲 如果来只是为了 还在那边执着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 很大的痛苦 因为爱别离苦 在一起的 没有不分开的一天 这是真理 所以我今天这样讲 就比较有点严谨 本来我想要去 找一些爱情故事 我认为 谈来谈去 各位自己去翻就有了 但是我只能讲一讲 一些真相 一些真相 好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 报告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同享功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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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